玉里正妇女会举办的 影法族终身学习教室 下半年度开学典礼第一堂课 邀请到蝶杯老师 让长者们体验 学死杯子蝶蝶乐趣 有些长辈们行动虽然比较缓慢 不过他们很乐意学习 理事长杨淑玲表示 这个学习有210位长辈来报名上课 他说从报名诊数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玉里长者是非常热爱 活到老学到老的 而且正式开了两堂新的课程 希望长辈们的学习可以更加多元 两位长者大PK 再比谁比较快速的 把杯子叠起来再收回去 有些长者叠完杯子 忘了按下秒数 也有些长者则是叠错了方向 相当逗智 这是玉里正妇女会办理的 影法族终身学习教室 下半年度的开学典礼 第一堂课就邀请到了蝶杯老师 来让长者们体验 学习杯子叠叠乐趣 那今年109年的我们的成年大学 有开了气堂课 这气堂课有除了 养生气功班 还有健康生活部份班 还有课语 还有热火情况位 更让我突破的就是 我们今年开了两个特别的班 一个是生活实用的DIY 还有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班 长者们非常热爱学习 其中从104年就开始跟先生一起来上课的琪妈妈 因为过去先生患有帕金森士症行动不变 不过自从参与了终身学习教室之后 活动力变好了也变得非常开朗 从此之后就爱上了终身学习教室 有些长辈们行动虽然缓慢 但是都很乐意学习 理事长说这学习共有210位的长者报名上课 他说从报名人数就可以看得出来 玉璃长者非常热爱活到老学到老 这学习更是开了两堂的新课程 希望长者们学习更加多元化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